Hello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刚入手的雪瓶锅如何开锅的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确认产品是否完好 首次使用锅具呢,我们先倒入一碗白醋加热 这个只要稍微加热就可以了,边加热边用勺子把锅壁也一起浇到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完滴一遍之后呢,我们再用热水清洗一遍 清洗干净以后,我们就用毛巾把它擦干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让锅具在后续的使用中可以很好的保持着跟新锅一样的设置 这个当然不能当船家宝一样的永久使用哈 作为厨房达人呢,我推荐你可以用我的这个方法试一试 如果你还有更多好用的方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呢,我们来煎一个鸡蛋看看 这个雪瓶锅适合小火烹饪,又小火的好处是可以节省能源 而且锅具也不容易发黑或者发黄 煎好的鸡蛋不会粘锅,非常的完整又好看 我是橘子,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